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这样修了之后自己得救了 然后把你得救的方法告诉其他人 谁修了谁就得救 他会出生一切善的乐的美的一切好东西 所以才叫宝啊 一开始老师就说佛法美啊 般若美啊 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其实佛法里面对美的这个理解呢 跟我们世间不一样 好 老师刚刚解释佛法美 为什么佛法美 般若美呢 老师说因为谁碰到了谁就得到好处 对不对 世间你可能觉得一个很美的东西 好 或者说一个很漂亮的人这样 可是这个是不是谁碰到了谁就得到好处呢 不一定 佛法里面对美的解释是这样 如果这个人事物呢 是谁碰到他都会得到好处呢 那这个叫美 所以像广论的204页 讲到大圣的书圣的时候就有一段 我觉得是非常美的描述啊 这边就形容大圣是什么呢 能生自他一切利乐本源 好 是可以为自他一切有情 带来快乐的这个 根本的来源 泉源 能除一切摔脑妙药 你生命当中的一切摔脑 好 他像妙药一样可以完全的除去啊 一切自是所行大道 有所有的智者最喜欢走的这个直宽大圣的大道这样 见闻念处 戏能 长意一切有情 或者长意一切有情 好 你只要跟他沾到一点点边 一切有情都会得到好处 游行利他 兼臣自利 在这个利他的过程当中也会承办自利 那无所缺少 这个自利利他的内涵都无所缺少 然后具足广大 善权方便 在自利利他上面有各种各式各样的殊胜的善权方便 有这样子的大圣教法 我们可以屈辱学习 应该想 哦 这是很稀有的 你看这一段描述里面 我觉得就把佛法里面讲的什么叫做美 好 描述得很清楚 这个才叫美 好 那时候你再对比一下 我们自己以前在世间对美的那种概念的认识 相较之下 我们以前在世间对美的那个概念的认识就太贫乏了 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好 那有的人说 一碰到佛法就一定得到好处吗 好 比如说万一有人碰到佛法 他毁谤佛法 他不是就会堕落吗 而且会堕落得很惨吗 所以这边讲的碰到我觉得有两个意涵 第一个是 当然是他碰到他当下就有相应 他当时就有相应 那一定得到好处 对不对 他对距离也门造了善业起了好感 那当然一定得到好处 还有一种呢 他当时可能不相应 甚至造了排斥的业 但是就是因为他这个碰到的因缘 也结下了他将来的得救之源 这点就很重要 因为佛法是 佛菩萨用他们的圆满的悲心跟智慧说出来的 好 那个圆满的悲心跟智慧 他本来的很强猛的愿力就是 任何人跟我有任何接触 一点点见闻念处呢 都要让他生命得到好处 好 所以入行论里面讲 菩萨的愿就是这样子 只要能够对我见闻念处 乃至于说 毁辱我 骂我 伤害我的 系长菩提缘 我都要让他 种下将来能够得到 无上菩提的这个因缘 好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还是成立一碰到就得到好处 好 因为 你碰到不法造恶业 那是你过去的恶业习性 你自己的恶业习性所使 你碰到不法造恶业 但是佛法真的给你的只有好处 就是因为靠着你碰到他的因缘 将来你得救乃至成佛的因缘 这个时候也种下来了 就这样一个特征 那既然佛法这么好 这么美 你要得到他 碰到就得到好处嘛 对不对 可是你实际上 你要真正跟佛法相应 你要得到佛法般若呢 我们学广论就很清楚 你要依止 清静传承的师长 好 然后你才会真正得到这个 原原本本的 从佛而来的佛 亲自宣说的这个法药 为什么呢 师傅在园区养病的时候 我常常讲 师傅在园区养病的时候 那时候 每天大部分时间都躺上床上 然后每天讲不了几句话 但是 最常讲的 就很少讲的那几句话当中 最常讲的就是 佛法无人说 虽至不能了 这个佛法一定要有传承师长 来对你做解释 对你做引导 你才会真正知道佛法 佛多说的法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才会真正得到传承的加持 你才会真正得到佛 亲自来教你的效果 他关键就在这里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时候呢 我们为什么会说 善之士师长 是八万四千法门的生源处 是一切善乐的本源 因为靠着善之士我们才会真正得到佛法 好 关键就在这里 所以当我们慢慢认识到佛法美 般若美 你就会进一步想到 自己能够执欲善之士这个因缘 自己懂得对传承师长发起信心 懂得如法因子师长 这个因缘 这个善根也真的是美 因为能够让自他友情都得到好处 好 那这是我们今天希望新生要学习的部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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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